我现在呢就在湖南省华融县团州院洞庭湖一县地方发生绝口的地方 就在刚刚在我的身后绝口河龙了 此前呢记者在应急抢险发布会上获悉呢 预计的河龙时间是7月9号的中午12时前 从7月5号发生绝口到现在河龙是总共用了三天多的时间 我们也通过了湖南省水文应急监测队了解到提前河龙的原因 首先呢是因为工程力量加大 从7月6号开始队员们就开始在昼夜不停的抓紧施工 其次呢是运力加大水路空连运 那么我们之前也看到现场的大货车也是依次排队来运送所需的石块 最后呢是各方联动协调有关部门利用仪器设备来每小时监测 汇口的深度宽度水位流速以及流量